好 我们再看第七个问题 合并现金流量表 这个内容不重点 我们著作者应该说就没考过 我记当中就没考过 这个内容第一个要注意 难度不难 理解很好理解 但是对大家来讲 不太好记住的是报表名称 但这个报表名称 我们住块也很少考 我记当中就没考过 所以这个内容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个 且集团内部当即现金投资 或收购股权增加投资 所产生的现金流量的抵消 这仍然属于内部的抵消 内部现金流量抵消 我们来用立体的说明 假设A公司银行存款一个亿 直接对B公司投资 持股比例反80 那么在A公司个别报表中 是借长投贷银行存款 没毛病吗 好 那问题是 在A公司的个别现金流量表中 那么在个别现金流量 我说的话 它反映在什么项目中 叫取得子公司 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现金额 好 这是A B公司收钱了 借银行贷股本一个亿 在B公司个别现金流量表中 反映的是吸收投资收到现金 那么这属于内部交易 对吧 内部现金流量变动 实际上现金并没有发生增减病 怎么办呢 抵掉它 所以这一块是贷 下面赶紧我借 这不贷吗 贷下面借 借记取得子公司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现金额一个亿 那么这边看好 这边借吧 那么下面给我贷掉 贷吸收投资收到现金 道理很简单 就是名称记不住 记不住无所谓 道理知道就可以了 好 第二个 且集团内部当期取得投资收益 那么与收到现金 收到现金 这一个 和分派股利利润 长付利息支付现金的抵消 所以一方呢 是一方是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现金 而另一方呢 是作为现金鼓励分派 这仍然属于集团公司内部的现金流量 所以要抵消掉 来看例题 A公司是B公司的母公司 A公司收到B公司支付的现金 鼓励300万中 自己享的部分80% 那么来看分路 A公司个别报表中 借银行从大应收鼓励38204 在A公司个别报表中 反映的现金流量表中 反映的是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现金 而B公司呢 在个别现金流量表中 和个别报表中啊 借记应付股力贷银行存款 支付了 支付了300 那么这块贷银行存款 在他的个别现金流量表中 反映的是分配股力利润 长付利息支付现金 这水内部交易怎么办 抵掉吗 这不贷吗 这不贷吗 借掉 借记分配股力利润 长付利息支付现金 那么贷 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现金200次 抵到200次啊 好 这是他处理方法啊 第三 企业集团内部 当期销售商品 所产生现金流量抵消 接着看 还是牧子公司 A公司向B公司销售商品 价款是1000 税130 一方给钱了 一方收钱了 而且都作为存货入账 所以在A公司 个别现金流量表 和个别报表中 看难 那么A公司分路 借银行存款 含税金额1130 带收入 带销项税 没问题吧 那么在A公司的个别现金流量表中 那么反映的是 现金项目是销售商品 提供拿物收到现金 好 那B公司呢 购进时 借库存商品 借进项税 带银行存款130 在B公司个别现金流量表中 反映的是 是购买商品 接受拿物支付现金 那么怎么办呢 底调吧 内部交易底调吧 内部现金流量底调 这一块是带 下面给赶紧给我借掉 借购买商品 接受拿物支付现金 1130 带即销售商品 提供拿物收到现金 1130 好 这是一个 那么再来看 如果一方形成固定散呢 形成固定散呢 数字 这是2000税260 好 那么来看一下 A公司不变 还是借银行存款 贷收入 贷销向税 在A公司的 个别现金流量表中 仍然列报为 销售商品 提供拿物收到现金 那么是260 那B公司呢 作为固定散入账了 借记固定资产 借记向税 贷银行 那么在B公司 个别现金流量表中 反映的是 购建固定资 无形资 和其他厂资 支付的现金 底掉吧 所以这一块是贷吧 那么借 借购建固定资 那么贷销商品 名称记不住 无所谓 大概意思知道就可以了 大概意思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金额 寒水金额2260 好 第四 其集团内部 处置固定资 当收回现金金额 与构建固定资支付的现金抵消 还是A和B是母子公司 A公司向B公司 出售自用的固定资产 价款一把收到了 所以A公司翻录 借银行存款一把 代计固定资清理 在A公司个别现金流量表中 列报的金额是 是一把寒水金额 那么在个别现金流量表中 列报的项目叫 处置固定资 无形资 和其他厂资 收回的现金金额 而B公司呢 B公司是借固定资 带银行存款 够进了 在B公司的个别现金流量表中 不带银行存款吗 在现金流量表中 是构建固定资 无形资 和其他长期资支付现金 抵掉吧 抵掉 这不带吗 赶紧我借构建 带处置 自己看 借构建 带处置 知道意思就可以了 不用念 好 道理为止 那么 现金流量表的抵消 我们讲了 大概意思 了解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 2019年的综合题 那我在这曾经说过句话 再强调一下 18年 我们助算师教材 收入准则 还有金融工具准则 加进来了 从18年开始 助算师的和平报本题 18年 19年 20年 这三年的考题 一个共同特点就是 教材中没有的 他都考 教材中没有的考 但我都讲了 教材中没有的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 发散 发散 就是考的面特广 但难度不大 发散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19年考题 甲公司拥有子公司 拥有乙公司 扁公司 丁公司 物公司 等子公司 等子公司 好 编制和编报表 那么资料如下 注意 甲公司是母公司 第一个 乙公司 是一家 是一家建筑 施工企业 好 甲公司 母公司 子公司告诉你了 甲公司持有期 80%的股权 插6年2月10日 甲公司 乙公司 签订一下 总金额是 5万5000万元的 固定造价合同 将办公楼 出包给乙公司 建造 出包给乙公司 建造的话 那么问题出来了 问题出来了 这办公大楼 这内部叫 一方 一方 那么要确认收入 确认收入 转成本 对吧 另一方呢 要作为固定攒入账 作为固定攒入账 所以这就是 包含了什么 固定攒入账 包含了 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所以将办公楼 出包给乙公司建造 该合同不可设销 X26年3月1号开工 预计X27年12月31号完工 乙公司预计建造办公楼 总成本是 4万5000万元 好 总的造价是 5万5000 这俩之类的差额 就是未实现 内部交易所益 比方后面提折旧问题啊 然后 甲公司呢 和乙公司一致同意 按照乙公司 累计实际发生成本 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 确定其履约进度 X26年度 乙公司为建造办公楼 实际发生成本 3万万元 乙公司和甲公司 结算2万5000万元 实际收到的金额是2万 由于价格上涨 乙公司预计为完成工程 上须发生成本 2万万元 这是X26年 X27年 第二年 X27年完工了 乙公司为建造 A半公楼 实际发生成本 2万1 结算3万万元 实际收到3万5 好 X27年 X27年 那么这是X27年 接着X27年 X27年12月10月完工了 完工了 然后呢 预计尚可使用年限是50年 那么注意的问题是 注意的问题是 12月10号完工 当月增加了 顾无定散 不提折旧 那么X8年提折旧 X8年提折旧 对吧 2月3日 投入使用 没用 没用 接着看 X29年6月30日 甲公司 7万万元的价格 把办公楼给卖了 办公楼给卖了 未实际内部销售率 就可以实现了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是 秉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甲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 为购买科学实验设备 B设备 X29年5月10日 秉公司通过甲公司 向政府相关部门 递交了400万的补助申请 那么代为申请 X29年11月20日 甲公司收到政府拨款 拨付 秉公司购置的设备款400万 X29年10月26日 甲公司收到400万 然后通过银行 转交给秉了 所以这个题目是 秉公司想申请 但不够资格 通过母公司申请 母公司申请完了以后 那么申请完后 然后再转给子公司 那么这个题 对谁来讲 属于政府补助 对谁来讲 不水政补助 觉得没问题 第三 丁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水利发电的企业 甲公司持有其百分之百的股权 丁公司从X5年2月26号开始建造C发电厂 为解决丁公司建造发电厂资金不足 甲公司决定使用银行借款对丁公司增资 好增资 甲公司决定使用银行借款增资 说白我母公司你子公司 你不没钱吗 你不借不了钱吗 这么着我借钱 我借完钱 我从银行借完钱以后 我把钱作为资本金投入给你们了 从个别报表角度来讲 从个别报表角度来讲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那么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利息费用 没有构建固定伞 是没有构建固定伞吗 是没有构建固定伞 所以对我来讲 利息费用是废话的 但是从你们的角度来讲 你们收了钱了 你们最实收资本入账的 而你们在一会儿没有利息费用 那么问题出来 从和别报表层面上来讲 这个利息费用是不是该资本化 是不是该资本化 介入到发电设备的成本中 是不是 应该是 有什么问题吧 接着看 差半年1月1日 甲公司从洋借钱借了5万万元 然后转给丁公司了 那么两年期利率6% 接着看 丁公司差半年1月号 收到甲公司上述投资款 当日支付工厂款3万万元 1029年1月1月号 丁公司要使用甲公司上述款项 支付了2万万元 一共是5万万元 全用完了 全用完了 丁公司没有使用的甲公司投资 那么产生理财收益是600万 600万 好 这是一个 接着往上走 1029年12月30亿完工了 达到预定途了 这是第三 第四 你看多么发散的资料啊 物公司是一家制造业企业 甲公司持有其75%的股权 投资成本是3000万元 X29年12月2日 甲公司董事会决议 决定出售其物公司55%的股权 X29年12月25日 甲公司与无关 没有关联方关系 第三方签订不可撤销转任合同 向第三方出售其物公司55%的股权 转让价格是7万万元 甲公司预计上述股权 转让后将丧失对物公司控制权 但是就有重大影响了 就有重大影响 好 这是一个啊 那么X29年12月31日 上述股权 上未出售 上未完成出售 那么持有代售吗 账面价值是13500万 那么这全部赠负债账面价值6800 好 那么将在一年内出售完成 出售费用是130 那么持有代售的问题吗 好 接着我还要走 下面的其他一些资料 自己看 不再介绍了 下面来看要求1 根据资料1 一定按照要求去找资料 1 根据资料1 计算以公司X6年度 X7年度 分别应券的收入 收入 两年收入 一个是X6 一个是X7年收入 编制X6年度 与建造A办公楼业务 相关的全部的会计分路 全部的会计分路 实际成本的分路可以略 实际成本分路略 所以这个是说谁呢 说乙公司呢 是乙公司 不是假公司 不是假公司 所以乙公司 属于建造合同 按照略进度确认收入 所以X6年 确认收入应该是 合同总收入是5万5 乘以分子上 已发生成本3万万元 分母上是 已发生成本3万 加上将要发生的成本是2万 将要发生成本2万 好 那么这样算出来的金额 确认收入是3万3 这是X6年 X27年完工了 用总收入是5万5 减刀第一年确认收入3万3 倒计出来 金额是2万2千 是X27年确认收入 所以一个是3万3 一个是2万2千 好 接着好走 分路 全部会分路 那么借合同结算 二级科目率 代计主营业务收入3万3 这有了 同时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计合同 履成本3万 实际发生成本 就是节约成本 然后结算了2万5 结算2万5 收到2万 借应收账款 代计合同结算 变成无条件 收取获款了 再说一遍 合同结算 它的借方合算的是 合同资产 代方合算的合同资贷 对吧 好 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了 收到2万 借银行 代应收 到这为止 这个题难度大吗 不大 你别看这综合题 发散 越发散 题越简单 这是第一 第二 还是根据资料一 计算假公司 应出售A办公楼 应劝了损益 并编制会计分路 好 那么这道题是 X9年 6月3日 给卖了 卖的价格是多少 是7万 所以出售 所以记住 公饮减账面 公饮减账面 好 公饮价值7万 减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原值是5万5 前面给了造价5万5 折旧额 那么提了一年半折旧 因为是X7年12月份开始的 所以X8年 X9年 那么正好是多少 一年半 一年折旧是1100 减500半年 减550半年 一年半折旧 所以公饮减账面 里面是原值减折旧 算出 1万6650 翻录 借银行算 是7万 借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 一个是1100 一个是550 是1650 代固定价是5万5 差额代计资产处置损益是16000 16650 16650 好 这是第二 第三 还是根据资料 一编制加工资 X7年 X8年 X9年 合并报表 这难了 合并报表 相关的引销分路 我们前面讲过了吗 讲过了 分别三年的 先编X7年的 X7年 确认收入金额 那么是多少 注意啊 X6年 确认收入金额是多少 是33000 转成本3万 转成本3万 那么X7年完工了 注意X7年完工了 X7年完工的情况下 那么咱们先说以前吧 以前的话 那么应该是相当借记 营业收入代营业成本 对吧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替换成什么 替换成年初也分配 写期数可以 那么金额就是 三千 333减掉 3万 3万3减3万 对吧 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内容 在连续编报情况 连续编报情况 X6年的收入 X6年的收入 注意X6年的收入和成本 那么原来是走的是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现在替换成 七出位分配利润了 那么为什么走固定伞 因为它已经什么 已经完工了 已经完工了 所以这块内容 你不愿意这么写 你可以通过什么 再建工程 然后再把再建工程 转为固定赞也可以 转为固定赞也可以 我们省略了 好 这是一个 那么X7年的 X7年 这不现在编X7 X7年的 X7年的话 那么完工了 X7年的 X7年的还有一个内容 还有一个收入呢 还有一个收入 所以X7年的收入是 22000还记得吧 第一年33000 第二年22000 所以借营业收入 借营业收入22000 带营业成本21000 差额 代季固定赞是1000 再固定赞1000 所以这块内容 是X7年的收入 是22000 成本是21000 合在一起 那么就这笔分过了 所以它是两笔分路 一个X6年的 一个X7年的 所以这个内容 特别麻烦在这儿啊 再看一面啊 X6年的收入是33000 成本是33000 所以这个内容 原来是原来 相当X6年 相当X6年编过了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对吧 替换成7出 那么这块带固定赞 因为已经完工了 到现在已经完工了啊 所以连续编报的时候 那么只能转到固定赞中去了 然后呢 再看X7年这块也是一样的啊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借营业收入带营业成本 代季固定赞 那么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6000 好 接着看X8年 X8年只要是固定资产 不转入到清理 固定赞原子中 永远包含个未实现内部销售 所以去年 前年这块都有一个什么 七出位分派 这一块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都给我换什么 七出位分派利润 那么金额3000 那么3000加上1000是4000了 借七出位分派利润 代季固定赞4000 同时 个别报表中提了折旧 借管理费用 但累计折旧 大五来写 代管理费 借固定赞 4000除50年 整年80 好 第三 X9年 X9年就要做给卖了 卖了 如果不卖的话 仍然是借七出位分派利润 代季什么 代季固定赞 但现在卖了 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转为已实现了 所以转为资产处置收益 收益还是4000 好 这是一个 那么去年提了折旧了 如果固定赞不卖 还是借记固定资产 对吧 代管理费用 那么这个借固定赞 替换成资产处置收益 代季管理费 换 其所未分派利润 是80 好 半年半年 半年的话 那么借记资产处置收益 代管理费 40万半年 好 这不出来了吗 出来了 4 该根据资料2了 资料1全完事了 4 根据资料2 判断 政府补助 是假公司的政府补助 还是丙公司政府补助 说明理由 当然是丙公司了 理由 这资料在这了 该补助对象是丙公司 假公司只是起到 代收代付的作用 就是代收代付的作用 所以这道题非常简单 这题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们只是起到中间的作用 好 第5 根据资料3 说明假公司发生的 这个借款费用 在其X8年 X29年 个别报表 合并报表 当中分别如何尽快处理 不是钱我借 我母公司借的 我借完后 我作为投资投给你们了 对吧 那么利息我支付 是不是我支付 对我来讲我废话 但是你们呢 用我的钱 虽然投资金额 但是你们是构建固定散的 所以来看一下 所以X8年在个别报表中 借款费用应该进入到当期损益中去 所以在个别报表中 借损 但是 那么金额多少 那么金额是3000万 为什么3000万 因为这块借款金额是 5万万元 长以百分之六 五六三千万 没问题吧 但是在合并报表当中 借款费用应该进入 再建工程程 那么金额是 金额是2400 为什么2400 因为这块还一个理财费用呢 所以资本化金额 资本化金额是 要扣掉存款利数 还记得吧 减掉600 所以这块金额是 那么是2400 X9年在个别报表中 借款费用还是记录损益 那么金额还是3000 合并报表当中 既有再建工程金额 那么也是3000了 没有存款利数 也3000了 所以这就是从 合并报表层面上来讲 那么这个题目 我记录中 那个 好像中国证监会案例中 有这个类似的题目 很早以前我就见过这个题目 好 第六个要求 根据资料四 判断家公司 物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是否构成持有代售类别 并说明理由 答构成持有代售类别 理由 因为甲公司 已经与无关 没有关系的 没关联第三方 签订了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股权转任合同 签订合同之前 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 甲公司按照合同约定 即可立即出售 满足持有代售的一个条件了 甲公司董税 已就出售物公司股权 通过结议了 甲公司已获得确定的承诺 确定承诺 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完强 所以满足持有代售类别 就像这种文字题目 在这几年考试当中 每年都会考的 比如收入 收入往往考什么 那个十段一五 那个圈一圈二圈三 那么持有代售 就这种东西 好 七最后一个 根据资料是 说明甲公司对物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在X29年个别报表 合并报表中 分别如何列报 个别报表中 那么对物公司长头 那么列报金额 再看一下资料吧 不就持股比例75%吗 投资成本是多少 长头的金额是3000万 3000万 所以这3000万 那么我们在个别报表中 那么对物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3000万 全部在持有代售 资产这个项目中列报 所以在个别报表中 将长头的3000万 全部在持有代售 这个项目中列报 但是到了合并报表当中 应该将物公司的 这个资产分别列报了 分别列报 再看一下资料 分别列报 再看一下 那么同意出售 所持有的 那么再看一下 那么这个资料 转让价格 转让价格也告诉我们了 预计出售上述股价 丧失控制权 在往上接着走 报表公司在 X29年12月30号 全部自然账面价值 全部自然账面价值 13500 13500 这是自然 全部负债的金额是 6800 负债金额6800 他6800了 将在一年内完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在合并报表分开列市 所以应该将物公司的全部资产 列为持有代售资产 是13500 负债金额呢 负债金额6800 负债金额6800 分别列报就可以了 分别列报就可以了 好 这是他一个列报的方式 列报的方式 所以如何列报 是怎么列报 好 到此为止 那么这个题 我们讲完了 那么这个19年的考题 给我的感觉 第一个 教材都没有的 什么没有 就是那个建造合同的抵消 其实这种方法 在18年 19年 20年都体现了 第二个 这题我太发散了 发散 非常发散 题目整体来讲 难度应该说 我个人应该认为是有 我个人认为是有难度的 但是某一个 就某一个资料来讲 你看一看答题 就这么点结果 就这么点东西 答起来很好答 其实 所以大家要习惯这种题目 好 这题我们就讲到这